周深二专发布以拖再拖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过于认真严苛,追求完美的音乐态度。 周深曾说专辑是一个歌手的名片, 他的一专深的深突出展示了他的干净, 极富梦幻色彩的声音。 那么二专要展示一个什么样的周深的声音形象? 他应该是一直有想法, 并且想法也一直随着他的舞台经验的丰富, 尝试的歌曲风格越来越多,而不断变化。 他在二十年开始做二专时曾透露过想要展示不一样的周深, 但是随着他的舞台越来越多样性, 这个不一样越来越难展现。 专辑不像单曲,好听就行, 专辑需要突出一个主题, 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要服务于这个主题, 并且主题的利益, 刻画深度直接决定了作品的深度, 就像文章好不好并不是单纯靠此早华丽, 更多的靠思想深度, 逻辑清晰严谨, 很多歌手之所以隔很久才发行新专辑, 往往也是因为专辑的利益设计, 想要突出不容易。 比方说我以前常听的另一个歌手, 差不多每三年出一张专辑, 但最新一张专辑隔了六年, 主要还是因为专辑主题设计需要灵感, 并且为了为了这一主题也需要不断打磨润色, 力图最大限度地表达好这一主题, 这些都需要时间成本, 周深的声音, 唱功, 唱商都很好, 出拳舞台很多, 所以, 众人的期待值预知也会很高, 而他现在歌曲, 舞台很多, 想要在专辑中听到耳目一新的新鲜感并不容易, 并且, 不仅仅只是歌迷期待, 他的竞争对手也一直盯着, 寻找机会打压他, 看看该问题的提问者有名的深黑力比粉丝更专注周深, 看看玫瑰少年时期, 多少乐评人联动带节奏就知道周深必须谨慎又谨慎, 自从周深成立个人工作室, 这些乐评人几乎不评论周深, 即便周深这两年里有很多出圈舞台, 一个玫瑰少年却让他们齐齐出动, 可见背后的资本一直都在盯着周深, 所以, 周深的耳砖可以说是压力巨大,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周深, 欢迎点赞在评论区留言, 让更多人看到, 希望周深能保持清醒走自己的路, 不要被网络上某些心怀鬼胎的言论扑案, 专辑和音乐人格从来没有任何关联, 未踩他和洗脑粉丝, 黑子硬把二者强扭在一起, 唱OST是在唱别人的故事, 一个歌手不能用歌声精准传递出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和七情六欲, 那和演员只能演一种角色有啥区别, 很多歌都唱不明白的歌手, 却最心于出专辑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和音乐人格, 不觉得本末倒置吗? 首先, 你得让别人的耳朵舒服了, 再能去了解你的个性吧, 尽管大多数都是幼稚浮浅的无病身影, 周深出专辑也就是锦上添花的事, 这些年, 他通过大量的OST和晚会舞台, 把自己的声音和对音乐的理解表达得淋漓尽致, 年代变了, 需要通过专辑向外界传递自己声音的时代, 几经一曲不凡, 作为粉丝, 他出专辑我会买, 但对我来说就是出了新歌而已, 歌手是为大众服务的, 唱老百姓听得懂, 好听的歌, 一直是周深给自己的定位, 这本来就是一条正确宽敞的阳光大道, 为啥有人偏要把它往小路上拽, 就为了所谓的个性, 此外, 专辑在主题确立, 选取, 录制之后, 后期的制作也是很需要斟酌的, 周深的声音干净, 编曲, 混音需要非常了解它的声音特色, 而不能以常规歌手的声音对待, 换言之, 并不是有经验就能制作好一张专辑, 如何突出这张专辑中, 周深的声音特色需要制作人多思考, 深的深专辑在录制好之后, 周深自己也等待了很久, 才等来了专辑的发行, 可见, 专辑后期制作, 发行推广方案设计等都需要时间, 虽然现在很多人听歌, 都是把歌曲当BGM, 听歌更注重旋律和歌手的音色, 但是作为歌手, 他自己还是会注重所有的环节, 比方说辞不满意就要修改, 编曲, 婚姻制作后的demo如果不满意, 也大概率会修改, 这就是打磨的过程, 无论如何, 无论外界有多少质疑的声音, 永远都是作品说话, 只希望专辑出来以后, 歌迷不要被带节奏, 多用心体会他的作品, 在周深出道八周年的这个日子, 祝福周深, 希望周深未来永远能按自己的心意, 唱自己想唱的歌, 他二专到目前为止未发, 你觉得很不开心, 想催又不好意思, 没问题, 在合理范围内随便催哈, 我看二专相关底下, 一些人说专辑不重要什么的, 我个人并不赞同, 专辑对我来说不重要, 因为我不是深言音乐的人, 音乐对我来说是消遣, 是陪伴, 听到我喜欢的我会加歌单点收藏, 某个阶段特别喜欢的会循环, 我的一些情感需要通过音乐这个渠道来找到共鸣, 换句话说, 音乐是我的工具, 我不太在意一整张专辑想要表达什么主题, 除非这个主题我本身就很有兴趣, 这是我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普通听众的感受, 而歌手不太一样, 我不想说的那么高大上, 加入很多玄妙的概念, 换一个说法, 我们自己平时在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 每隔一段时间会进行总结, 需要拿出一点东西来证明自己在这个阶段干了点什么, 对于我等班专儿来说, 最好是能独立或者主负责来完成一个项目, 对于歌手来说, 也是如此, 当然, 从事艺术行业, 肯定比我们追求更高一些, 不仅仅是为了KPI有想法的歌手们, 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独立项目, 也就是专辑, 演唱会等等, 去传递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思考的, 即使这张专辑的听众可能并不多, 所以,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 并没有什么专业素养的听众, 大可不必因为有些人的说辞, 而觉得专辑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这首歌来自专辑还是单曲还是项目合作歌, 对你来讲不那么重要, 你也不用替周深本人去担心, 他都能忍受得住那么多人的善意, 或者恶意的催促, 你急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对音乐特别有想法, 有很多深入思考和探究的人, 真的很好奇他经过这几年, 最想做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那合理催催吗? 我觉得没毛病, 这并不是什么不能提的禁忌, 好比某电视剧要上映了, 我特别想看, 天天想着到底定当什么时候, 隔三差五去官博底下问问, 当然, 我的询问只代表了我的一种期待, 如果他意志不播, 我也没觉得就是导演演员不行了呀, 同理, 如果你觉得因为周深暂时没有发专辑, 而觉得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歌手, 大可不必, 相反, 我还挺欣赏他这种态度的, 也很佩服他的心态, 周深算是20年歌手之后走红, 这两年发展意志很好, 我个人觉得他的音乐品位不低, 如果这两年, 他想要做出一张还OK的专辑, 应该不难, 尤其是在20年, 如果他趁着当时风头正盛发专, 成绩应该会很不错, 但是他硬是摸到了现在, 现在不发专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比如一直在打磨, 比如等合适的宣发时机, 或者谈匹配的宣发动作等等, 但是他确实因为独立两年未发专, 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 难得的是, 他在这样的压力下, 依然能坚持自己的节奏, 可见心性之坚定, 我也相信, 他的确是想带给听众一张他自己认为最好的专辑, 所以才能沉得下心, 一直坚持在磨心砖, 说点题外话, 本人真的很能感同身受这种纠结, 我曾经想剪个视频给家里人庆生, 剪的过程中觉得这里也不够好, 那里也不够好, 由于不是硬性要完成的, 最后剪辑了一半不了了之了, 订了蛋糕和餐厅, 带家里人庆祝了一下收尾, 如果没有DDL和必须完成的事项, 天秤真的会反复纠结, 周深自己做老板, 他最大的压力应该是他自己的承受力, 他本人能顶得住, 那我们作为看客, 也没必要那么着急上火, 如果你觉得他没有发专辑, 满足不了你目前的需求, 托分我觉得也没啥, 但是回彩大可不必, 他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PART TWO, 他这两年唱了很多任务歌红歌, 上了很多的综艺, 感觉失去了爱音乐的初心了, 只是把音乐当作一种挣钱的资源, 周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他热爱音乐, 也能以自己的热爱为事业, 更幸运的是, 他并没有在各种搓磨中失去这种热爱, 那既然唱歌是他热爱着的, 有机会多唱歌, 有机会唱好歌, 有机会去更好的舞台上唱歌, 会拒绝吗? 唱歌是他的事业, 那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项目, 参与了的话可以让自己的履历更突出, 项目的整体质量至少不差, 说不定还能通过这个项目, 接触到一些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 你会拒绝吗? 他不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他从头到尾的希望就是, 多唱歌, 唱更多的好歌, 一直在舞台上唱歌, 那对于他的梦想, 他的事业有帮助的事情, 为什么不做呢? 请不要人为的把他架在一个高度, 然后去指责他没有满足你的期待, 好比你想象中的是每日饮食作画, 烹茶煮酒, 突然发现他, 他有一天也会捧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大快朵鱼, 这种想象顿时幻灭, 你能责怪是对方做得不好吗? Part 3 他有些歌我get不到诶, 怎么办? 是他发歌质量下降了吗? get不到就get不到呗, 他发歌那么多, 有些我也是听一次就算, 本人非常专一, 就爱中文抒情巴勒, 有爱伤痛类型的, 尤其是阴忍不发的, 其实周深唱歌, 已经大大提高了我对某类歌曲的容忍度, 他唱的节奏感非常强的歌, 我时不时听一下的只有触不可及, 听歌喜好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 个人经历都有所不同, 喜欢的东西肯定有所区别, 即使是同一个人, 在不同阶段, 喜好也会有所变化, 我喜欢上周深的歌, 是我在从事前一份工作的时候, 压力非常之大, 那时候听他的一专的一些歌曲,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舒缓很多, 风景曾经是我循环最多次的歌, 而现在早已换了工作, 一专的歌很久没听了, 因为心境变了, 有些歌不太能引起我的共鸣了, 相反的是, 我一度不太看得上情不由衷, 觉得比情势和物差远了, 有一天随即到一个歌单, 里面有这首歌, 听到并非故事都有始终那句, 瞬间被击中, 现在依然是我最爱的歌之一, 当然比还是差一点了, 至于还有一些我一直get不到的, 无所谓啊, 我也不是只听他一个人, 退一万步讲, 即使我只听周深一个人, 他发歌那么多, 怎么可能我每首都喜欢呢? 有一部分我很喜欢就够了, 它是我内心的吗? 要不然我怎么有权利去要求他发的每首歌, 都在我喜欢的点上呢? 喜欢就多听听, 不喜欢就切下一首, 不要勉强自己, 也不要隔空勉强他, 至于对歌曲的差评, 可能我本身的表达欲望没那么强烈吧, 好听的我会夸, 一般般的我不想说什么, 特别难听的我会吐槽, 类似我去点外卖吃饭, 特别好吃的我会拍照给好评, 给店铺点个小红星, 下次还点, 特别差的我也会拍照给差评, 的就这样吧, 吃完了事, 周深的歌, 我觉得可能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胃口, 但是至少不会和难听扯上关系,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首歌没满足你的需求, 就要特意长篇大论一通, 那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有些人可能是被反扑饿了, 总觉得自己不太get到就一定要说点不好, 才能证明自己是理智歌迷, 现实生活中碰到其他事情, 你会这样做吗?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周深粉丝群体的庞大, 不那么理性的粉丝数量肯定也在增长, 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小的粉丝, 对他人的认可度极其在意, 我爱吃家附近的一家鲁菜, 小时候我妈说鲁菜不营养, 我能和她辩论三百回合, 来证明这东西有多好, 现在, 我妈依然会吐槽两句少吃这种没营养的东西, 我只会恩恩恩, 好的, 下次依旧卖, 所以, 面对爱争辩的粉丝不是针对周深粉丝, 我一般的态度就是恩恩恩, 你说的对, 我就不改, 想想网络对面和你大战三百回合的, 可能只是一个网课间隙出来冲浪的十岁孩子, 会不会觉得没什么意思, 没有看不起小孩子的意思, 我本身和很多小孩子打过交道, 他们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不过在一些问题上, 确实容易钻牛角尖, 那如果有爱争论的粉丝看到我的回答, 我的建议也是, 做好自己就行了, 纯恶意的评价不用理, 因为在对方眼中,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至于非纯恶意的评价, 看看得了, 你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 可能都改不了, 有什么把握觉得靠解释和争论, 来说服一个网络上素媚平生的人呢, 至于恶意重伤, 该澄清就澄清, PS最近总在一些路人无伤打雅的评价下面, 看到动辄几十上百条辩解, 甚至还在评论里聊天, 真没必要, 我要是路人我更烦, 先不说多条评论会增加该答案的热度, 大多数人轻微的喜欢和不喜欢, 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感受这东西很微妙的, 非得说明个一二三四, 你对他有误解, 换了是我, 我只会更烦躁, 这世上哪有什么人或者事物, 是必须人人都喜欢的呢, 很多人给我安利香菇多美味多有营养, 从小到大我坚持一口都不碰, 别人越推荐我越烦, 尊重一下个人好物吧, 只要不是恶意重伤, 给路人一些空间, 作为头部歌手, 周深不缺钱, 不缺歌, 不缺音乐人脉, 他为做二专, 唱过的demo有一二百首, 听过的更加不计其数, 周深非常重视专辑制作, 音乐人刘水济透露周深请了他, 只刘水济, 非常敬重的业内前辈, 来帮助他制作专辑, 周深也从不吝啬在音乐上花钱, 威凤莹能改28版编曲, 全是经费在燃烧, 有时候他想唱的歌, 主办方搞不定版权, 他就自己花钱把版权搞定了, 天赐和声声不息, 他都有动用自己人脉资源编曲制作的歌曲, 这种不采用节目组音乐团队的费用, 估计得自己掏, 我不太懂为什么有人会觉得他会缺歌, 大概是因为普通人无法理解头部歌手的世界, 周深不缺歌, 不缺好歌, 偌大中国, 有百万音乐人, 每年发行几千万新歌, 而头部歌手却寥寥无几, 音乐人谁不想和头部歌手合作, 而他作为头部歌手, 日常合作的多为业内顶尖的音乐人, 而他唱了那么多合作曲, 他的音乐人脉太丰富了, 是那些只会闭门造车, 只有固定制作班底的创作歌手, 难以忘记项背的, 这张专辑真正开始做的时间, 大约是2021年初, 因为他2020年7月约满独立, 之前在前公司做的二专歌曲, 被扣在前公司, 有版权纠纷, 不可能被采用了, 如约的上架下架就是佐证, 为什么二专开始做的时间, 不是2020年7月, 而是2021年年初, 因为前公司签下的一些工作, 新手驾到和青春还邮寄等, 牵扯了他大量精力, 加上他刚独立成立新公司, 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演艺工作加上公司事务, 他根本没有经历考虑二专的事情, 换做任何一个歌手, 刚刚独立, 没有资金, 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怎么生存下去, 一独立就开始做专辑, 除非家里有矿, 2021年初的访谈中, 他被问到二专进度, 他那时说只完成了一首, 他确实在2019年就开始构思二专, 寻找合适的制作人以及收割, 之前也发过几首单曲, 暗示, 我是你的谁和上架了又下架了的如约等, 这些歌曲听说原本是为二专准备的, 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了单曲, 一方面在前公司完成的二专歌曲, 被扣在前公司, 有版权纠纷, 另一方面随着周深走红, 他的资源和走红前不可同日而语, 以前又于自身人脉和资金的不足, 制作的歌曲, 已经不能满足周深现阶段的审美需求了, 他重新选择更好的歌曲, 和更优的音乐人合作, 选用顶级的录音棚, 混音设备, 这些也都是可以想见的, 周深工作室自2020年7月成立以来, 已经出品了16首歌曲, 版权在我, 由周深担任制作人的歌曲, 也有十多首, 这意味着什么, 既有制作能力, 又有发行能力, 随便找十首歌做出来发一张专辑, 对周深来说确实没有难度啊, 他愿意认真打磨这张专辑, 粉丝耐心等待就好了, 何况周深自独立以来, 已经发了220多首原唱歌曲, 唱了数百首舞台歌曲, 声蜜根本饿不着, 不像有些歌手, 除了专辑就几乎没有舞台和新歌, 那粉丝才比较难熬, 说实话, 大部分声米虽然期待二专, 但没有那么急切, 勤劳的周深几乎每天都有新物料带给大家, 做他的粉丝真的特别幸福和满足, 说他没有音乐审美的, 是来搞笑的吗? 周深工作室发行的歌曲和他制作的歌曲, 还有他演唱的每一首歌, 哪一首不体现了他优越的音乐审美? 周深作为制作人, 制作了多首高质量的歌曲? 周深作为歌手, 能够把歌曲唱得唯美动听, 唱得好听, 这不是只有天生的嗓音和唱功就能实现的, 演唱技术好, 但唱得难听的歌手其实也是有的, 不举例了, 大家评价周深的时候, 经常会说他唱商高, 这种高唱商其实就是高审美啊, 看到前面有个所谓粉丝说他贪, 粉丝难道不知道他为了做这张专辑, 推掉了很多综艺节目, 他独立之后, 从2020年7月到2021年底, 他的常驻综艺只接了创造营和令人心动的offer, 而2022年春节后, 他一口气接了三档S加常驻综艺, 包括大家挤破头争着上的大热国民综艺奔跑吧, 我们就应该知道他的综艺资源有多牛逼, 他因为综艺感强, 人气高, 成为综艺制作单位争相邀请的对象, 一年你要他的综艺有几十档, 他21年综艺这么少, 完全是他有意减产所致, 虽然他的家底并不厚, 以前在前公司分成低, 没赚到多少钱, 但是他还是依然推掉了赚钱多的综艺, 为的是有时间和精力来做二专, 2022年开始上综艺, 很可能专辑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主体录制工作完成并不是就大功告成了, 专辑还有大量后期工作需要处理, 专辑需要版权登记, 报审, 这个过程很有可能出现波折, 如果有歌曲审查不过关, 就面临着回炉重造, 审查通过后, 专辑发行上架, 包括音乐平台专辑上架, 同样还有很多事物需要处理, 歌曲MV需要拍摄和制作, 专辑包装设计, 宣传文案, 联系媒体宣传等等, 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体户, 没有背靠成熟的专业公司, 他那个工作室没有什么工作人员能帮他处理这些事情, 他又是第一次自己做专辑发专辑, 摸着石头过河, 这后期进度想必快不了, 其实他的一专2016年上半年就录完了, 一专发行是2017年11月, 差不多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做完一专后期工作, 说这个就是想告诉大家, 专辑后期工作并不是那么简单, 他在抖音夏日歌会上说, 做专辑收歌不难, 录歌不难, 难的是做到自己喜欢, 一直在反反复复打翻他, 中间会摇摆很多次, 他的合作伙伴都知道, 他做音乐特别认真严苛, 一首《威凤英》改了28版编曲, 他才满意, 这燃烧的全是时间和经费, 钱雷称他为0.3分贝, 意思是0.3分贝那么微小的音量, 他都会很纠结, 当然他纠结的绝不只是音量, 他还四处搜寻各种小众音乐, 估计是想要作为音乐元素, 放进专辑或者歌曲中, 他是一个认真做音乐的艺术家, 却不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如果想要割韭菜赚快钱, 就不会选择他现在的做法,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只为了做一张自己喜欢和满意的专辑, 他能耐得住性子做专辑, 我也能耐得住性子等这张专辑, 不管怎么说, 我很感谢周深以及其他的很多歌手, 在不同阶段带给我的快乐和享受, 有些歌我曾经喜欢, 现在不喜欢了, 有些歌手我曾经喜欢, 现在不喜欢了, 我并不会认为当初喜欢那首歌的我有什么问题, 以及歌或者歌手有什么问题, 当时的喜欢不是假的, 带给我的开心不是假的, 但凡是快乐的东西, 都值得珍惜, 我也建议一些歌迷们, 不管喜欢的是哪位歌手, 都去试着听听其他歌手的歌, 不喜欢的就点下一首, 喜欢的可以多听听, 非常喜欢的可以加歌单, 多听一点, 你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以及, 自己喜欢的人是多么出色, 最后多说一句, 我的歌单里躺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歌手, 有知名的有不知名的, 但是周深依然是目前我最爱的歌手, 因为, 不管我听到他的歌多少次, 即使有时候自己觉得是不是有点腻了, 但是每次打开一个综合歌单, 随即放到他的那首诗, 都忍不住感慨一下真美啊, 这种霸道的美的冲击, 带给我的享受感, 大概就是我一直最爱他的理由吧。